但是為了保障安全 多了旅客買旅遊保險 兩個月之前你看到它可能會擔心 七月尾發生溫州動車事故 令到高鐵團報名人數馬上下降一半 兩個月之後看到人山人海的北京南站 就知道部分乘客已經恢復信心 每隔5至10分鐘就有一班車開出 電子屏幕顯示 國慶頭兩天的京湖高鐵車票已經搶救一空 有學生團坐高鐵去到外地比賽 家長說不擔心 沒問題現在不已經加速了嗎 而且也不會太那種了 只是個意外我覺得沒關係 這一批越南華僑專程來參加蘇航團 我覺得現在有高鐵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最短時間已經縮短了 有沒有一些團友說擔心過 我之前聽到這一批打電話 那些就要看人 其實這些好我講的意外的東西是不是 誰想的意外 車禍隨時都是有發生的了 有內地的旅行社說在溫州動車事故之前 內地旅客出行的時候 買旅遊保險的意識都不是那麼高 在一個團裏面可能只是得不到一半的人去買 但是在動車事故之後 很多人的意識高了 大部分的人已經買了旅遊保險保障自己 在那個買票的時候 親合同的時候 它在這裡面都會有的 會做到這個給客 那個旅客的一些保障 他說旅遊保險涵蓋的範圍也會比以前多 毛斯尼士出北京記者方建儀報導 所以我們要來做一些保障的 我們要來做一些保障的 保障的保障的保障